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最近你也介紹了一本非常好的書 給我們的聽眾 就是那本《藥都不能吃了嗎?》 是由一位日本評論家所編寫出來的 究竟你的身體得到治療或傷害呢? 而這本書其實就是史上最完整的藥品安全報告 原來這位評論家也指出了 在日本的醫生 原來他們全部都沒有學習如何去治療病 只是靠一本天書 上次我們也有提及過的 那本是臨床醫療指引 這本天書就決定他們怎樣去治療病 作為他們醫療上的醫生上的聖經 那究竟這本聖經是怎樣編寫出來的呢? 醫生 好了 大家如果沒有機會看這些書籍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大部份的主流傳媒 我們的醫療架構 是完全都不會說這個真相給你聽的 那你猜不猜到呢? 作為一個醫生 他講一講日本的情況 為什麼日本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日本 我們經常都知道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很長的 是呀 是呀 竟然發現日本的醫生 在醫學院的課程裡面 因為他說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有幾百個課題 不同的病症狀 他根本沒有時間教怎麼醫 我自己沒看過這本書 我都猜不到是這麼離譜的 好了 結果他說 其實不要緊的 因為他們整個國家 日本國家醫院診所 全部都靠一本天書 這本叫做《臨床醫療指引》這本天書 好了 你可以看到 這本書是整個醫療價格 整個日本醫療價格 是基礎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怎樣出來呢?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是 表面是 《臨床醫療指引》 是由口新省 就是衛生署 醫學會的學者 以及製藥廠 三位一體的 形式共同的製作 如果一看 可以這樣說 是官、商、勾結 加上學術界勾結 三位是官、學、商業 即是三位是勾結做出來的事 好了 整件事的背後真相 是一個很意料不到的事件 將隱瞞背後的真相 才被人知道 那怎樣可以知道呢? 是 現在在日本 香港都有這件事的了 他說呢 我們經常呢 是有一種叫做 代謝症候群 那個健診的制度 的診療 什麼代謝症候群 即是什麼呢? 即是有沒有高血壓 有沒有高血糖 有沒有高脂肪 有沒有高脂肪 這些這樣 這就是代謝症候群 是 這個制度本身看起來 宣稱要提升國民的健康 以及要削減醫療費用 但事實上呢 這個是將半數的國民 即是說日本 40歲到74歲的 都捉了進來 一個強制的健康診斷的機制裏面 即是每個人都見到去檢查身體 香港其實都是這樣的 是 很多保險公司第一件事 都是叫做身體檢查 之類的 好了 那問題呢 經過這種這樣的健診 即是健康的診斷 即不是說你很嚴重 即是有病才去做 而是健康才去做 即是健康 即是我們叫做私檢 即是 每個人都去做先 這樣 他說呢 大約有3060萬的人 都被送了入醫院 因為這個的嚴重 從此 因為經過這個所謂的檢診之後 3065萬的人都送了入醫院 即是被發現他有事 從此就是埋手藥物對中 根本就是代謝症候群的一個陰謀 因為什麼呢 就是將健康的人變成病人 透過他們大量服藥 從中大撈一筆 這個可以這麼說 是製藥企業 巧妙和惡毒的手法 用來進行這項陰謀 就是代謝症候群 診醫療指引 而製作這些相關診斷的標準 就是肥本學會 香港也開始有的 高血壓學會等等 這些機構裏面的教授 好了 要用一句話 總結這些所謂健診的診斷的標準 就是切頭切尾胡說八道 是亂說不搶的 譬如用高血壓來說 原本在日本第二次殺戒戦後 一直以收縮壓 即上壓180個MM 那個水癌 才叫診斷為高血壓的基本數值 180個MM 而在代謝診 建成之前莫名其妙 改成130個MM 真的很遠 調降臨界值 就可以將健康人 各個變成高血壓的患者 這個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病人就是做出來的 以前醫學上認為 是180以上才叫真正高壓 現在就調到130 就是高血壓的 那醫生就能夠光明正大 開降血壓的方 以及降壓血藥的消脹 當然直線上升 醫生、醫院和藥商 是從中獲取龐大的利益 好了 除了這個之後 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技巧 它們用在一個制定的腰圍 正定的腰圍很大 體重、膽固純直、血糖直 這些標準上面 以對付代謝症候群的藉口 讓健康人各個成為病人的 一種惡毒手段 就是隱瞞代謝症候群標準 診斷的標準 在日本推動這些所謂健康診斷 這是法律規定的義務 很多公司都叫你去做 於是各個學校、企業、地方政府 都叫員工和學生去做 因為是所謂免費便宜 其實最終的目的是 將大部分的健康人 用另一個標準 稱為病人 然後一輩子就開始吃藥 這件醜聞 在日本有一份叫做 Insider的情報雜誌 Insider即是內幕資料 直接指名道姓 揭霧其中的黑幕是怎樣的 可以這麼說 這是口新勞動省 日本的衛生署 醫療界和藥商三方勾結 制定了日本版的 所謂代謝症候群的標準值 正是支配日本所謂肥胖學會 以及日本的動物硬化學會 有一位叫做 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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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人 這是大阪大學的醫學院 是第二內科 擔任教授 這位是醫學院的教授 直到2003年為止 如果你調查一下這個單位 收到學術研究 補助捐贈款 就會發現 自從2002年起到2005年的六年間 收贈的總額達到 8億3808萬日圓 幾乎全部都是來自制約公司 其中最高的金額 由三共制約 大約1億1600萬日圓 最高的金額達到這麼高 這公司負責做什麼呢 是販賣日本市場佔第一位的 港膽固醇約 Mavillotan 延收又是2000億日圓 啊 日本還有這些雜誌 說出這些事情 我相信 暫時在香港 當然我沒有聽過 在台灣也沒有聽過 原來這些路骨勾結關係 另外還有 負責籌劑治療指引的陰謀 下收代謝症候群的診斷標準值 就是所謂各國學會的理事相關人士 甚至成立了一個叫做 代謝症候群診斷標準研究委員會的組織 哈哈哈哈 擔任委員長 就是這個被揭發和藥廠勾結的 崇集又次這位達醫學院教授 委員裏面有13個人 而觀察員一個人 全部都是擁有某某學會的理事 這裏方面的身份 這個名察可以這樣說 是代謝症候群陰謀的A級戰犯的名單 原來都是由頭到尾的所謂的指引 都是由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 學會來做編寫的 好了 你看到高血壓、糖尿病、代謝症候群 40歲以後的疾病 編寫的指南會醫生裏面 九成都收所獻金的 嗯 國公立大學收取來自藥廠的錢 這個叫做讀賣新聞裏面的頭條新聞 嗯 即是美國呢 即是台灣都是有這些 肯揭露真相 起碼是醫學療上的真相 這個報導 依求全國的國公立大學 公開過去五年間醫學會 醫學部的臨床醫師 醫生收到獻金的數據 依據48所大學提供的資料 他們對癌症、高血壓、糖尿病 40種主要疾病的 醫療指引指南進行調查 根據這個報導 參與編寫指南的醫師 總共有276位調查 他們獻金收售的情況之下 發現其中是240人 即87% 在指南緣城前的三年裡 均以教授、教師或者所屬的 授課講座的名義 在各方面的領域 藥商署收取獻金的 這些在香港來說 應該是廉政公主就可以入手 當然是 我相信很可惜日本也可能沒有廉政公主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 藥廠都很懂得做的 他可能叫你去 很流行的 將教授送你到外國去講座 然後給你放過大假 收售的禮物 我相信香港廉政公主 在《反貪污條例》都是不可以的 但很明顯 日本可能也沒有這些法例 換句話來說 日本全國醫師奉為 《聖經》的臨床醫療指引指南 編寫的醫生 將近有九成 都是重申為利益關係 與藥廠收受現金的 從代謝群的領域教授裡面 可以看到更加具體的勾結關係 在代謝症候群定義和診斷標準的 製作委員裡的成員中的 國公立大學裡面的十一位醫師 都全部在2002年到2004年之間 的三年裡面 接受了在高血壓藥品治療 藥物的公司的捐款 總約大約14億日元 2004年發售的高血壓治療指引 九位委員 全部在2002年到2004年之間 在藥廠收取的 大概8億2千萬日元 到2007年 動物硬化性治療指引 四位委員都在三年間 獲取藥廠的 六億日元的獻金 這是一本書都寫出來的 這本書都寫了在2015年 一本都寫了很久 所以也翻譯了為中文版本 這是很明顯在日本的雜誌 那些調查出來的資料 好了 這個肥胖學會會長 亦兼板大名譽教授的 宋澤這位人士 有超過三億日元的巨款 捐獻金入帳 好了 這位《讀賣新聞》的社論裡面 這是零八言 應該是零八言 4月3日 以指南編寫醫師 亦收取獻金 令人質疑診斷的標準和可信程度 而對於雙方勾結的重大副作用 表示擔憂 由此可以看到 所謂代謝症候群醜斷的標準 基本上 準不準確是否適合 都值得令人懷疑 好了 對於代謝症候群的陷阱 這位作者一開始 他就在另一本書 暴走代謝症候群的一本書裡面 說過 他現在已經經過六年 見診犯罪集團的陰謀 終於就崩潰了 亦都謊言 也沒有辦法運過去 高血壓打武神的數值的標準 亦都開始被人重新檢討過 你看看 但是最近都開始有些報道 是吧 好像2015年左右 美國食物油物管理局 已經把我們以前的所謂打武神的問題 已經覺得這個打武神 不是一個問題 是 是 是 最近我們最新的招呼 發現 基本上原來打武神越高的人 越長壽 好了 在這個代謝症候群標準 收縮壓 即上壓是130mm的水銀 以上就叫做高血壓 但全身現在所謂健康檢查學會 已經將這個修改為147 都沒有好班以前那麽多 是 沒有以前180mm 現在147才叫高血壓 好了 低密度的膽護唇 即所謂壞的膽護唇 已經由140個 改到178 即低密度的膽護唇 而他們就是說 現在很多傳媒都開始揭露 其中叫周行院代 大家都被人騙了 醫療診斷健康檢查 根本就不願面對的真相 即是不能說得真相為提報道的 而報道的題目 就揭露了過去以來 全身健康檢查學會高層的告白 高血壓什麽的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在意 根本就不用理的了 因為基本上 高血壓幾多幾少 你根本就不用去理 因為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是 現在你看到最近的資料 剛才講的心臟病法的人 百分之九十是發生在高血壓正常和低的 所以血壓高和心血管爆 心臟病根本是沒有關係的 是 好了 當然 發展到現在 被騙的國民已經啞口無言 基本上 他說 甚至乎是周行的post 另外一個雜誌 最近出現了一篇非常生氣的報道 他說 血壓 血糖直 膽固醇 過低反而會早死 哈哈哈哈 反而早死 這是在2014年5月23日出的 內文是憤怒批評 刻意嚴格地制定健康標準值 令到患者增加了後的 這種是逃亡的暴力 這就是高血壓罪犯集團壓的一種大罪 這也是這位作者曾經揭露過 這個可以這麼說 到今時已經很慢了 現在國家媒體 總要等到問題出遇到最後才發聲 第一節已經開始揭露了這麼大的陰謀 這個情況 這一節時間我們都差不多 等一等再回來繼續 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醫療對九成萬性病是無能為力的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醫療對九成萬性病是無能為力的 袁先生,在上一節我們就知道了 委員會將健康人士的檢查數值更改之後 令到很多健康人士都變成病患者 要不斷地吃藥 其實那些藥是否有經過實證有效呢 很多人都覺得 現在我們都要經過科研的證實 才有註冊 成為所謂註冊來販賣 原來全世界的新藥裡 小港三分之二都是假藥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都是偽造的臨床實證認證 是假的實現 其中一個就是講過 諾華藥廠的臨床數據 即是生改的事件 這間社呢 研發了一位叫做 德安韻Diovan 一種的降血壓的藥 在京都那個 苦辣正大發表的臨床論文裡面 指出其中是具有 抑制腦中風和核心症的效果 然而呢 這份的數據其實呢 是諾華的前社員 日翔仲雄 63歲的 是改了他的 在逐的事件呢 竟然查出呢 多個五十四的偽造紀錄 德安韻發售呢 在2000年開始呢 東京慈惠醫大 京都虎立醫大機構呢 開始對他那個 那個進行呢 所謂藥校的確認的研究呢 最後呢 大學發表的研究呢 指出呢 其具有 具有抑制腦中風和核心症的效果 好了 於是乎呢 立華在這間藥所 在廣告上呢 大量宣傳這個藥校呢 令到那個德安韻呢 合計呢 買了成一兆二千億日元 嗯 一兆一兆就是一百萬一百萬 就是要說呢 根本就是無效的假藥 以偽造的稅據方向呢 藥物呢 大賣之後呢 賺了超過一億日元的暴利 可以這麼說呢 這是空前絕後的欺詐的辦罪 好了 實情曝光之後呢 傳媒中央開始呢 追究其內宗的原因 針對論文的內容呢 是不是合議呢 京都虎立醫大呢 接受了第三個委員的調查呢 正經在呢 判斷結果的資料說呢 完全是找不到這些資料的 嗯 那就是呢 那再去查吧 是的 當時證實他那些有效的那些數據呢 是完全被他毀屍滅了值的 根本就找不到這些資料的 好了 那當時呢 很重視這件案件發展的 東京地檢特首部下 在6月11日 將諾華前寫 寫完白喬市呢 以違反弱事法 即是廣告卡帶的那個 那個嫌疑呢 是逮捕他的 在此之前呢 立華呢 已經以相同的名譽 就將他炒了魷 嗯 於是這公司呢 從牽涉超過一兆億日圓的欺詐案中呢 獲利而不需要受到任何的指責 即是說呢 即是那位的員工 那個員工被炒了 是的 我們都發現他是造假的 所以我們公司就炒了由他了 但這公司呢 根本呢 就是從此賺了一兆億的日圓 那些所謂呢 即是斷尾求生 是不是斬了自己一個下屬 可能安撫了他 安頓了他 這個不知道的 OK 即是你看到呢 以那個高血壓治療為例 2000年時呢 美國國立研究機構判定 一些很便宜的舊式的利尿藥 有效程度呢 和皇季的新藥是一樣的 做出利尿藥的結論呢 於是就制定了治療的展覽 跟著呢 在2004年 日本高血壓學會製作的展覽裡面說 他建議一些貴一些的新藥 做治療的主油 即是應該用這個的 其實呢 在之前呢 美國已經說呢 其實以前很便宜的利用藥 已經好 但到時呢 為什麼呢 這種講法跟美國員員相反呢 這個指南呢 其中的九名製作委員 即是國公立大學的講師 全部都收到在藥廠 共達百億二千萬日元的捐款 嗯 OK 擔任委員會的慶應大學的名譽教授呢 叫做原田享南下 裝作無辜的表示呢 他只要在大學的醫學 即是醫師呢 都會跟企業有些關係的啦 無關的是第三人 是沒有辦法 無關的人呢 是沒有辦法編寫指南的 你聽聽學叔說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跟藥廠有關係呢 他根本就不會讓你入委員會 去編寫指南 即是是會留在這裏 即是說呢 如果這些教授 跟企業是沒有金權關係的第三者 是不會被允許編寫指南的 大家互相勾结,买位的捐献 自己有才让你进入那个机构 好像说我不想贪污行不行? 好像以前的警察那样,不做不行 在现在的医学机构研究院是一样的 如果你不收钱,就不会让你进入委员会 这是自己里面的人无意之间说出来的 同日报告,研究显示企业向医师提供的资金 会影响到药物的评价 在美国,如果研究人员否定某高血压药的疗效 就有37%才能够拿到企业的资金 即是说那些坏东西,将来你要做研究资金 只有37%才能够拿到 如果肯定疗效的研究人员里面 96%都能够获得资金投注 即是很简单,是不是? 如果你说一些不合听的东西 你以后就没得了 拿不到研究资金 这个情况其实在美国 现在的主流传媒也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不再会听任何主流传媒的所谓报导 现在发现很多时候 在美国的主流传媒 如果那些评论员或主港的人 说了一些对电台机构的立场不同 很快就直接炒了油 他不会再接目,不会再请他 这个问题是很普通化的 好了,因为可以在企业里面拿到钱 他的论文可以偽造出来肯定 即是好的结论 制药的企业可以透过捐款献金 左右大学医院里面用药的选择 这本《毒卖》揭露出来的 利益书信的方法不只是捐献一招 有些药厂会医生纳为旗下的职员 和好的优待待遇 和支付医生高颜的演讲费 各种秘诀都有,很简单 我请你去你外国演讲 什么叫做合理呢? 没有人知道的,没有规准的 现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有很多总统 做总统时间他没有钱 但当他结束之后 他就会很发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总统期间 输送了很多利益 给这些大机构 大机构当然在总统时间 不能给他钱 对吧 对吧 那怎样呢? 就等他退选之后 就请他到处去讲座 当时就开始报答他 所以很多美国总统 到最后是一个很 没有什么增加的人 到一退休之后 钱就很多很多了 其实是用这些手法 有些民营电视机构 曾经针对制药公司的 所谓营业费 进行一个专题的报道 他说他在电视上 画面上就是某某某 名药厂的职员的影 而已 就方声音都经过制造的 主板就问他了 花在医生身上的招待费 大概有多少? 对方很简单 这个呢 如果是年轻的菜料小姐 那些小医生小姐 一晚大概给他四五十万 但平民来说 这一餐费其实都挺旧的 他说如果大学教授的等级 他说差不多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会借至现金形式交付的 信封者叫做赞助费 那就是说 根本是医生和药厂之间 这些金钱来往是家常便饭的 可以看到医生和药厂的 共同目标就是庞大的利益 余医生之前 我们在我们的网台也提过 有一本很出名的书 就是《医学叛徒的自白》 就是那个Medicine 拿过奖的医学教授所说的 就是关于医疗上的问题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 所有的药都是由教授去删港 要求其写出来的所谓的医学报告 令到那些药大买了 其实和这本书的Medicine 我们可以怎样去分析 这本书是很久以前已经写了 好像百多年代 当时我在加拿大 当时我经常都有机会 听到Medicine去加拿大去讲学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美国Ellinois的一个教授 他自己是一个疑科医生 他写了很多本书 其中第一本就是最好出名的 就是《医学叛徒的自白》 很明显在日本这本书翻译了出来 根据Medicine医生说 他说远代医学宗教之神 其实是一个死神 是死神 Medicine医生在美国被称为 为人民存在的医生 people doctor 他早期有一个刊物 我记得好像是每个月一份 我以前也有订阅 他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他过去世之后 他的刊物就被另外英国公司 医生不会告诉你 那个机构 就接收了下来 继续揭露很多这方面 医学上的问题和真相 他说 Medicine说 如果没有来自患者的信任 他经常说 其实医科根本是一个宗教 现代医学宗教 没有办法继续存在 全都是说信任 也就是说 对药物信任 医生信任 医院信任 因为有这些信任 只不过都是有盲目和抗议 他说 身穿白衣的领路人 掛着高心慈悲的微笑 但没有人知道 在路上终点等待 是唯有恐惧的地獄 他说 治疗 事常比一些不治疗更加危险的 何况对本身 其实都没有病的患者 医生医院 不假思索 就採取危险的治疗 风险程度就更加高 他说 医生医院 药物医疗机构 这些构成 最怨然我们的健康 即将近年期待医学的原素 他说 只要จ疗 医生医院 疫苗市医院 疫苗市医院 医当然 医院 医生医院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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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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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醫藥廠在這個世上 基本上是九成 別說八分之一百 創傷性 打仗開蛇 斷骨 燒得爛了那些救急是有效的 九成現代醫療其實都是有害無益 記住不是說無益是有害 還要是有害 比納粹更離譜的時代 很多時候在現代醫療裡面 大量的用藥儀式都是必備的 如果美其病患者在藥物治療途中死 醫生就會診斷是死於那種病 而不是死於藥物的副作用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很多癌症病人 用癌症的藥 所謂治療的癌症藥 其實副作用是會令到心臟衰竭 很多時候這些癌症的病人 結果是死於心臟病的 所以在他們來說 這些病人不是死於癌 只不過死於心臟病 而真正原因是這些醫癌的藥 是會弄壞他的心臟 是令到他出現心臟病的 好了 很多人也有說 現在的醫學根本是進行大屠殺 醫生現在組織地進行大量破壞人類的行為 你以為是否聽錯 很多人跟病人一談 第一個時候 醫生不是救人的 是救人的 他的死命是救人的 他說這種天真的想法 其實真的太大悔了 他說現在 譬如當時在納粹大屠殺的悲劇 整個人類都經律不已 現在遠遠比以上的殺律 其實就是在你家附近不遠的醫院裡面 好像日常生活裡面的自然進行著 這種殺律的行為 人們會從來沒有察覺 自己其實都是這種犧牲者的後補人選之一 所以這位作者 就盡量呼籲警告大眾的醫生 他說這些人很少很少 還有一件事 這位Manderson說 至少是很少數奮鬥抵抗 惡魔宗教的醫師 他說 隨便現代醫療聖戰愈發愈激烈 醫療已經無法應付 從戰場負傷敗下來陣的患者 接著他就設立了一個死亡修容所 成為必切要 就是為了掩蓋了事實 又出了一個很雅致的優雅的新名詞 叫做安寧病房 Hospice 意思是舒服地接受安寺的場所 其實這種產品 產生的產品只是死亡 首先要灌輸患者自己死期將近的觀念 這是很慘的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 安寧在這些所謂安寧病房 他知道自己無法救 結果人求生的本能就立即被削弱 因為我已經進入了這件事 整個機構說都是等死的 連最基本求生的本能都發揮不了 這是對人非常不人道的處置 令到他們連死都要甘心接受 令到美其患者認為 他們未來只能夠埋手在藥堆 所謂的廢用症候群的煉獄裏面 半死不活地殘喘下去 一來他便能夠舒服地接受死亡傷人的提議 萬德勝醫生說 其實現在的醫生把失敗埋葬於棺材裏面 其實病患者因為藥物在九成裏面 根本都對他們無法治療之外 而是有害的 最終也是那些奸傷醫生 找了一個叫做死亡修容所 把他們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那裡掩沒了自己的錯處 但要做美其名 就為你好像等你舒舒服服地去死 聽起來真的不可思議 比我們一般人所認識的所謂醫療架構 藥廠醫生完全要有另一面的看法 這節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再回來 繼續回到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醫療對九成萬性病是無能為力的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就是 醫療對九成萬性病是無能為力的 原醫生 上次我們提到 原來基本上我們一向大眾認識到的 醫藥、醫生 其實是無效的 是完全把健康的人變成病患 最後還要去死亡修容所 其實這些有什麼證明 很多人都要說證據 既然Manderson說 如果九成醫生所做的事情 在地球消失 人類健康會即時康復 根據什麼呢 作出這樣的結論 其實大家看看這個 用這個常理一想 就知道他所說是對的 我們在歷史上近代市 都經常出現醫院醫生的罷工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當醫生罷工發生了什麼 他說原來醫生不工作 天下就會太平 給你一些真實的數據 讓你聽聽 讓你聽完之後 不能再說 即是咬口無言 他說在以色列 1973年 那個國家發生了醫院罷工的事件 看診的病患 和一日的六萬五千人 是銳減到一日七千人而已 那罷工持續了整個月 在這段期間 這個國家的 國內的死亡率下降了幾多 一半 哇 一個月裡面 好了 那麼以色列 他就追溯一下 現在這麼有趣 我們當時報導 對這件事的關注的人 是什麼呢 是那些鮑魚館的公司老闆 啊 為什麼做什麼呢 我們那個生意少得半 於是 於是他就要想一下 這件事我以前有沒有出現過呢 那麼他就追溯回二十多年前 另外一次醫生罷工 都是這樣 那樣呢 都是出現過死亡率 是立即減低 這班魚館的生意 立即減少了 最終醫院恢復運作之後呢 死亡率呢 跟著就恢復了 那這個很簡單的 這個 那這個一宗而已 是吧 好了 哥倫比亞 南美洲 不同國家 1976元 哥倫比亞的首都 波克達 波克達的醫院 昨天呢 就發動了52天的罷工運動 嗯 除了緊急醫務之外 其餘次律呢 一概停止 在這段罷工期間呢 當地的死亡率 降了多少 30% 那麼 也一樣 結束罷工之後呢 死亡率就回回頭了 那這個誰發表呢 又是國營的 壯儀協會 是 全部都是關於那些奮狀 協會的人提出 這個數據最準確 是吧 他的生意額 哇 跌了35 那死亡率也跌了35 是吧 好了 另外 去回美國 洛杉磯 1976年 美國西外洛杉磯 同樣有醫生發動罷工 其間呢 手術開刀的數件 減了60% 嗯 結果呢 洛杉磯的死亡率呢 也都減了18% 嗯 這個資料是加州大學 對14家醫院的調查 所謂17家醫院的調查報告的 OK 在這個罷工時間呢 醫院和護理人兒 只是處理一些急要的治療 是吧 停止了所有對慢性病的治療 結果很多病患的性命就得救了 OK 所以萬得順懷呢 你看到這麼多治療 他認為應該 醫生應該會永遠罷工下去的 因為如果 醫生停止了九成的醫療行為 僅僅做一些所謂救急的那些 人類的健康呢 狀況一定會即時改善 這裏真的引證了 醫生或者醫療 只是對一些急性 創傷性的治療 發揮到的功效之外 其實對所有的慢性病 現代人九成都是患有的慢性病 其實真的完全起不到作用 可能他們越勤力 令到他們的死亡率 就越增加了天命力 好了 我們也解釋為什麼呢 醫生不是刻意去殺你 是吧 不是被焗死你 被毒你 其實全部都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醫療 死神教派其實是什麼呢 是用藥物治療 它為什麼令你死呢 就是它的工具 藥物的工具令你死的 因為是藥廠之間 藥商之間是很複雜的關係 大量的金錢勾結 藥廠和醫生都有一種利益的掛勾 所以藥廠一定要拼命去醫院推出一些新藥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所謂效果不明的假藥 其中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 在內組成的委員會針對藥物相關問題展開研究 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 進行臨床實驗的醫生和研究人員 都是萬惡的根源 哇 這個結論是萬惡的根源 第二 新藥的臨床實驗 全部都是一派回亂的 就是亂說的 這是四位諾貝爾獎得主組成的委員會得出結論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這些不當的行為 就在真正的醫學裡面還行者 第一 第一 調查對象全體裡面 有兩成是有進行不正當的行為 例如使用不正確的份量 宣改數據 改數據 全部新藥裡面有三分之一 是被命證實 被命實際真的做過臨床實驗 還有三分之一的新藥 是使用數據和實驗的病歷是內容不符的 就是根本她的病和她使用的東西根本是不對的 好了 在臨床實驗結果裡面 只有三分之一的科學性是有些認可的 OK 這個就是 另外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的調查報告裡面 在JAMA醫學雜誌1975年公布出來的 你看到三分之二的新藥 都是藝造的臨床實驗的假藥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好了 如果你要知道那些流行藥 有三分之二是對治療完全無效的化學品 還有 因為它根本是一種化學毒藥 是不會有任何的療效 但是要講到藥性所產生的副作用 藥物全部都有 不要說它無法治療病 但是毒藥是有副作用的 基本上藥物就是毒物 那個曼德森說的醫生 他說沒有毒性的藥物就不是叫藥的 藥物一定要毒的 不是毒的藥物是因為 沒有毒性的其實就不是藥物來的 因為要毒的藥物才能夠引起身體悲哀的反抗 就是你毒的身體才有反應 是不是 如果不是毒藥身體不會反應的時候 它也不會當作藥物 所以這些所謂的反抗 其實就是副作用而已 還有它說如果一些患者病人 有機會知道藥物的副作用 他們一定是不會吃的 很可惜 現在的病人通常醫生給什麼呢 有時候名字都不寫清楚 最近就一定要 以前那些名字都不告訴你 但是得了名字之後 藥物的標籤裡面的資料 當然是不會被病人拿的 因為香港有個不同的地方 香港的藥物是醫生可以自己配的 不止很多其他國家 很多國家要在外面買的 所以通常買一個原裝藥的包裝盒 盒裡面一定有標籤的 這是法律上規定的 其實這些標籤都寫得很清楚 但問題是這些說明書的應用 很多時候是醫生都不會去看的 他都不會花時間去看的 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他看了之後 他會不會再用 最初的時候作為一個醫生 他都是有一個想救人 想幫助病人的心 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環境之下 如果真的看了藥方的說明 那些副作用 他開給病人好還是不開呢 還有一件事 他剛才這本作者說 原來發現醫生自己都不看的 那為什麼呢 在日本就出現過一個事故 是 他說這個事故在2014年6月曝光的 一個東京女子醫大醫學院裡面 他說只不過這個事故 他說在這個醫院在過去五年裡面 在住院的63位兒童病患者 隨意打了一種禁用於兒童身上的震靜劑 這種粗心大意的危險行為 直到肝炎兩月一名兩歲的男童 因為注射過量的死亡而暴露出來的 注射的藥物是麻醉鎮定劑 是Propofol 而他那個說明書上面說了 他說如果被集中治療下呼吸系統 脈無病的兒童的時候 他說已經有人死亡的案例 即是一種禁忌 你不可以用一些有10元仔 有下呼吸系統問題的10元仔 已經有人死了 好了 這件事發現了很明顯 人家那張藥的說明書都說明 這些生物是不可以用 是已經會死的 很明顯那些醫生根本都沒有看這些資料 結果那個醫院院院長 在謝罪記者會還說 他說甘記藥物的使用已經是常態 大家都會用的 這種說是不是真的 他說到2-3元仔出死之前 他們禁忌其實都是一無所知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一般的醫生都不會看那張方單 他都不會小心去看這件事 OK 這些情況顯示了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 醫院裡面的醫生 都自己都不看過說明書 是是是是是是 完全都不是說真是清清楚楚了解了那個藥物 究竟對什麼的會有效 或者對什麼的禁忌 他們完全都忽略了 總之就隨手拿起 或者在利益上面有哪些大些時候 才是用那種藥物來做的治療 聽上去真是很危險和很何悲 現在醫療的制度之下 現在醫療的制度之下 用藥是開得越多賣得越多 錢穿越多 最近我在網上已經看到很多最新的資料 現在可以這麼說 在很多地方已經對自然醫療 又有加劇打壓的行為 其中就是對同外療法 是 就已經有新一輪的攻勢 就想打壓同外療法 其實為什麼當時同外療法被打壓呢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同外療法所用的藥物 可以說是納米的份量 是少到根本是無形的物質 如果你的藥廠是要靠你的藥 要秤它多重吃多少而賺錢 同外療法的藥物是這麼少份量 即是沒有利潤的 其中一個原因同外療法被打壓 就是根本是 不需要用很大量的藥物可以治療的病 在藥廠來說 對他們來說是不會一半賺錢的生意 沒錯 所以這個其中是同外療法被打壓的真正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顯 現在醫療的行為裡面 如果要賺多少錢 就開十次的藥 一次開藥的十倍 開多十種藥 就越來越多 假設把A的藥給患者服用 因為A的藥是毒物來的 一定會出現一種副作用 再依照副作用的症狀 就出現了 B 對 雖然是E 因為A的副作用 就有一個症狀 B C D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種藥都有副作用 接著有E的副作用 那些藥就一直加下去 可以看到一般患者為何會好呢 按量計報酬的重點是不要讓病人真正正正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所謂醫療工廠裡面最終的產品是什麼呢 是死亡 是死亡 OK 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給你一些例子 給你一些例子 他說 很多時候 那些孕婦很喜歡去做很多產前的檢查 是嗎 是呀 很擔心 Manderson有幾本書裡面 其中他就提及 他的孕婦盡量避免去醫院去做比較 因為你進去之後 他就當作一個病人的體待 只不過是你的懷孕 是吧 他當你的懷孕是一種 九個月到十個月的疾病而已 那孕婦只不過是另一個病人 於是醫院要負責裝配一些點滴 或者分娩監測的設施 甚至是給你一些藥物 還有進來一些不必要的回音 切開手術 即是三十元仔的時候 是不是都幫你剪一剪 這些全部都是在醫院裡面 三十元仔就有一些危險性的 感冒了 他說感冒還是不要看醫生比較好的 一半大部分醫生都開了一些抗生素 大部分都會說 而抗生素其實對感冒流感也沒有什麼有效的 甚至藥物會令病情更加加重 令身體更加差 十元仔 聽過很多過動兒給老師帶來很多困擾 有時候老師說看醫生吧 難處理麻煩 你看醫生就會更加問題出現 因為很多藥物就會給這些小朋友 結果令身體染上藥物的依賴 還有醫療檢查 根本是毫無意義的 經常常看身體檢查 根本毫無意義的 先經過掛號的桌面 可能有很多粗暴的對待 例如公家醫院 可能會遇到這些程度 一見到醫生就緊張了 一見到醫生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些人緊張 血壓就沒有辦法維持正常了 結果血壓升到 被迫吃這些降血壓藥 健康檢查 在很多年前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好像是一間很大的現疏公司 叫做Prudential 他做了25年的研究 他將幾萬位受保的顧客 叫他們每年去做身體檢查 保險公司都給錢了 每年就做 另外有幾萬的顧客 他就說 你有事你去看醫生 到時候去治療 我們每天保險都包起來了 結果發現 在25年來的兩組人 即是幾萬的兩組人 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沒有分別 不要說他可能更壞 還搞了很多無謂的事情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的 第一 第一 在現時的醫療檢查 一般的所謂功能性的病 例如癌症 是要十幾年才癢癢出來的 在早期根本是看不到的 是現時的醫療檢查的儀器 是測不到出來的 但到你測到的時候 往往是尾期 到尾期測到的時候 測到又怎樣呢 你也測不到 現在都是用毒 都是測不到的 有糖尿就有事了 有股血壓就有事了 那你有沒有測到呢 也測不到的 所以解釋到 為什麼呢 這個研究的結論就是 25年兩組人 患病率和死亡率都沒有分別 好啦 那真相應該怎樣 要處理怎樣呢 有一位叫安保晶博士下 癌症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 工作過度 第二 煩惱過度 第三 用藥過度 其實這三個過度 不是只是癌症 其實所有其他病都可以不說 這位安保博士 他說 停止過度工作 遠離精神壓力 也要靜養 飲食要均勻攝取 並進行一些輕度的運動 如果這種情況 身體都不好煮 疾病都不好 那就看看有什麼其他 經常服用的藥物 那就是說 要介紹那些 愚蠢無用的藥物 三個東西就可以了 他說 這種道理 對患者來說 可能是想得想不到的 都不知道怎樣應對 對身體有好處的事 我也在做了 當然 藥都是好好的吃 他以為是好東西來的 他說很乖的 我為什麼有這麼多病 他用我的照吃 因為患者相信 這是優等身的 模範的答案 安保博士的看法 跟他剛剛相反 他的藥物 就是導致許多疾病的 最大的懸空 在這些是無數 數不清的臨床個案 已經獲得證實了 OK 好了 他給一個例子來說 譬如有頭痛或者心理痛的困擾的人 可以想一想 當痛的時候 會不會用一些吃止痛藥 或者消炎鎮痛的藥 他說現在有些人為了治病 進了醫院 應該沒有人的治療方法 就不用吃藥的方法 是 鑑血壓 鋸藥 鋼血壓的藥 消水浮腫的藥 去水源 消水胃痛的藥 止痕藥 膝頭骨的止痛 失風失步 安眠藥 你有沒有經吃鹽 而不斷用藥呢 那這個其實呢 就是一個導致現在人們的慢性病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的 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藥呢 是可以治病的 那麼西方的醫療呢 就宣傳就是檢查 就是事件 當作一種預防 讓人家更健康的概念 是背道而馳的 正如我曾經所說 每年做身體檢查 以及什麼都不做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 沒有什麼分別的 OK 好了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現在治療的西方藥物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說是長時間持續 吃一些對身體有害的藥 他說第一 藥不但沒有辦法改善病因 你只不過是症狀感而已 但是病因是鬥都沒有鬥過 因為你不能用一些 即是一種化學的毒藥 是令到身體的本質改善的 那還有呢 它的成分是極純化學的物質 即是一種是不天然的化學物質 在自然界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旦入了身體 就會很快破壞身體的痕定性 即是Homeostasis 身體有一個治療的能力 身體有100個名醫在裡面的 這個我們治療的身體就是我們的恆定性 恆定性就是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以及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還有這些藥可能殺死了成千上萬 腸裡面的好菌 特別是抗生肚和抗癌藥 連好菌都一併殺了 最近的資料顯示 你腸裡面有什麼菌 你的身體有什麼身體 所以現在的治療手法 第一件事就是先調理好腸道的抑菌環境 還有很多時候 強烈的副作用出現的時候 沒有辦法分辨到 這個是好緊還是惡化緊 這副作用出現到了 藥物對於疾病的預防 是可以說根本沒有辦法 怎麼可以用毒藥去預防你的身體呢 通常就是簡單來說 根本不會有藥物可以醫好 而且藥物會殺死患者的自然治癒能力 像神經所說 現在的藥物大半都是促進交緊神經的緊張作用 對身體不好或者已經病的人來說 已經處於一個慢性交緊神經緊張的狀態 如果有人用一些促進交緊神經緊張的藥物 會產生什麼效果 不用說 交緊神經當然會更加緊張 令血液循環更加惡化 會增加果粒球的增加 臨巴球的減少 因為免疫能力都下降 身體慢慢是逐漸 失去了自我自如的能力 那就是說 藥物是會削減患者的自我自如的能力 自然的自然的方法 當然醫生藥廠也希望是這樣 因為這樣患者才會越來越依賴醫生的藥物 可以這樣說 剛才所說的資料是一個很天公地道的資料 但對一般人來說 很多時候他們都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就是老人家 老人家很多是不為人之的死因之 就是用藥吃藥死的 在日本也有很多這種情況 很多老人家經常在醫院排隊 都是把醫院塞到水舌不清的 出來之後 很大量的藥物只會增加不會減的 不會說越吃越少越少 而因為治病的藥物而死的老人家 可以這樣是不斷地增加的 尤其是老人家用藥 出現擴大的情況 特別是胃癒癢 十二子腸癒癢 就被醫生用那些神經痛 淚風濕的藥物是搞出來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都有的 那些病人去到醫生裡 有關節炎癒癢痛 那就吃多一點藥物 接著給些食物是胃癒癢 胃癢癢 所以他們經常都會說 醫生你還給我一些胃藥 因為副作用就是胃癢癢 所以你看到這個問題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 就是一個糾纏不清 他一方面以為我吃止痛藥 我的關節痛 腦化痛 但那方面又要找些胃藥去 控制痛 搞壞了腸胃之後 你的老人家還怎樣 可以吸收食物裡面的營養 來維持他的生命 所以根本完全是一個死胡同 一個死結 好了 那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中這本書有提及 不論如何都好 笑 感恩 這個資料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有一位很出名的 國際儒家指導者 一位日本人 叫做聰正雲導師 年輕的時候 他就領不出一個很難忘的道理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拿了日本軍部的物令 在東亞的時候被人捉了 就要坐在地下監獄 遇到一位不可思議的老人 他從老人口裡 就聽到這個教誨 當時一位很年輕的眾導師 就問過老人 什麼叫做正確的生活方式 老人就馬上告訴你 當時是死刑當前 老人正正地坐著冥想 如果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命運 就算是死刑也好 都是一種喜悅 老人就平靜地笑 令這位日本的青年 驚訝不疑 因為當時那個老人 是要被判死的 他說 你是不是很想了解神的事呢 他說是的 第一 要清靜的心 心、心、心、打開心靈之眼 有很多必須去實踐的事 不過你才必須要做第一件事 他說笑和感音 是通往認識神的第一條道路 第二條道路 他就說 是捨棄以自我對事物的見解 從知識獲得深信的 名為神的觀念 老人就說 宇宙自身就是神 他所表現的一切都是神的心 對你年輕人來說 用自然這個詞 比較容易一點 其實我們一個人 宇宙是一個自然的體 你不只是靠自己活的 你只要靠宇宙來活的 即是宇宙的自然定律 好了 接著這個故事怎麼發展呢 接著有 在當時有三十幾個老人的同伴 騎馬衝到監獄 將這位的導師 將這位年輕的日本人 和老師一齊認救出來 好像在演戲裏面 接著大家躲起來之後 就在同伴裏面知道 原來這個老人是什麼呢 是伊斯蘭教界的知名的指導者 叫阿爾霍謝尼導師 原來這個不是普通的老人家 是伊斯蘭教一個很出名的導師 在營救裏面 這位日本的年輕人都救了出來 好了 在我的醫療裏面經常都說 天助智助的人 就是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法經也有一種說法 他人 他力本源 自力本源 這種概念 他力就是宇宙的知法 自力就是自己的法 用句來說 他力本源 就是要依仗宇宙的法則 領不到自身是貧值外力而活的 而自力本源就依賴自己的方法 努力靠自己去生活 也就是說 我們要遵循自然界的道理 當然自己也要積極去處理 所以最終的解釋就是 我們要安心立命 每天都是好的 你這一天裡面 你怎樣過呢 你都要過的了 你未走過的那天 你都要過的了 你的心境就是 每天都是一個好日子 這個所謂達官的 宗教裡面的達官的境界 如果你達不到這個境界 其實疾病是沒有辦法真正傳源的 我們遇到很多病人 在很多外國 很多治療 慢性病、癌症病人 首先他就要選病人 他怎樣選病人呢 第一就是看病人的心態 因為我們知道 治病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你的情緒、狀態 如果是很多85%的病人 是癌症病人 通常是經歷過一種情意的創傷 心情的創傷 如果病人的心境 經常都覺得很悲觀、很無奈、很消極 這個病人通常都是醫療不好的 在外國很多時候都很強調 一個病人、病者 他自己的心態是決定性的 這個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們都觀察到的 有很多病人來到我們的診所 很依賴我們去做的事情 他經常看著指數有沒有好 他從沒想到 其實真真正正的最主要的治癒力量 是自己裡面發揮出來的 所以這本書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我今天跟幾個同學 中國同學又吃飯 我每個月都聚一聚 你知道在同學裡面 即是沒有什麼健康的 有一個同學已經做了心臟管道手續三次 吃了一飯 就出去吃煙了 還有一個同學是律師 他就說我已經不做了 因為我有心臟病了 所以我都要給壓力了 還有兩個同學 就經常失信失信失信 所以在今時今日 我們遇到一些人 是沒有什麼健康的人 幸好我今天就帶了一本書 我就立刻叫他們去看 你看他們有沒有得救呢 有兩三個同學就立刻拍了 即是說他起碼有積極性 都想知道 起碼有些好奇心 是的 他會不會去買這本書 就不知道 起碼有兩個同學就立刻拍了 有同學就說成品有得買了 其實我們的診所包都有 很可惜 很多同學都不知道 我們有這麼好的健康店 大家都不斷和大家分享 這本書真的有這麼多種書籍 因為我有很多這類的書籍 英文書籍真的不會少 一百本這類的書籍 中文書也有很多本 這本書真的正如那本書面所說 是歷史上最完整的藥物安全報告 我現在基本上和所有的病人 都叫他們去看這本書 是未遲的 這本書是能夠幫助你復原 也是幫助我能夠醫好你 因為我們都說過 現在我們面對是病原 病的病 藥原 藥物複像搞出來的病 醫原其他醫生搞出來的問題 跟著成了醫療制度 很多一些不好的醫療制度 逼他們用一些很不好的方法 做什麼很無謂的事件 令到他們不了解 當然他們的醫療概念 都是很壯的 這幾件事難以逆轉 搞得我們束手無策 但當然我們明白問題的原因 其實是可以治療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跟他說 這本書會大大幫助你 如果這本書是全香港通識教育 個人都有讀 香港醫療問題是即時解決了 好 剛才袁醫生提的一本書 就是這個 《藥都不能吃了嗎?》 這個就是那個書名 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是有售的 今天也好 謝謝袁醫生 再繼續跟我們分享了 剛才書裡面的一些內容 令我們知道 其實在慢性病 一般人身體左患的情況之下 醫療對這些慢性病 是無能為力的 好 謝謝袁醫生今天跟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電話 跟袁醫生回診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我會找大家收看 拜拜 我會找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